晚间中校东路大街上传来动力火车歌声 原来是动力火车搭上大型宣传车进行造势 主持人带气氛 路边民众及机车骑士都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还有人大声合唱 这不是快闪演唱会 而是业者的宣传手法 动力火车歌曲让路过中校东路的民众都听得入迷 但事件一传开来马上被主管单位盯上 闹区人潮多成了宣传热点 但车辆设置游动广告必须依法提出申请 经过许可才能上路 像这样的大型车辆广告在台北市随处可见 内容包罗万象饮料建案甚至线上游戏 不过连北市交通局都坦言没看过歌手搭上宣传车上街宣传 会略过吧其实也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 就是觉得哦好吵哦 只要是安全没有疑虑 然后呢也不会产生很多的噪音 Why not 很好啊 这些都是一些年轻人的创意不是吗 过去就不会想要看他 稍微瞄一眼啊 我觉得还好 请来动力火车宣传的业者声明 已取得广告车申请许可 活动通行证等等作业 但遗漏北市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要求 取得广告物许可 探言后续会和主管机关沟通 并承担相关责任 你是新闻的机场 叶燕生台北报道